據維權網報導 17日 高碑電視法院不顧大午案各辯護人的強烈反對 堅持召開庭前會議 雖然多位辯護人因庭審衝突無法到場 而且幾乎所有的辯護人 因法院未保障基本的月券時間而遞交了延期申請 但高碑電視法院表示不會更改庭前會議時間 並稱如不參加 將分案處理 部分辯護人更是收到司法行政部門的電話 要求服從法院的安排 大陸維權人士蔡先生表示 中國任何一個企業如果沒有官方的支持 或者你不聽從於官方 他們就會以各種理由打壓 本案就是典型的例子 五一假期後 該案由檢察院正式起訴至法院 大午集團涉及的21名被告人或被告單位 被指控涉嫌尋釁滋事等9項罪名 卷宗及鑑定材料多達348冊 該案從公安機關移送至檢察院起訴的10天內 辯護人因無法完成月券 向法院申請延期 但遭到拒絕 公開資料顯示 出身農民的孫大午經過30多年的青苦創業 大午集團成為省級龍頭企業 員工9千餘人 是中國500大民營企業之一 孫大午等25位公司高管去年11月被抓 其中包括孫大午的妻子 兩個兒子和兩個兒媳 新唐人記者雄斌 柏尼採訪報導 大午集團 三五十二 茶酒 三四 胡多 妖精 大午集團 三乾